广式腊肠焖饭,简简单单特别好吃,营养又美味,明细干净。 这个是广东腊肠,平时煲仔饭就是用这种,切成这样。 今天用的长白山香菇,比较嫩更入味。 把腊肠放进去炒,千万不要大火容易糊。 接着,把五花肉放入炒,炒到焦黄更好吃。 放入煎好的香菇,已经有香味了。 放入土豆,加入板栗炒熟,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。 加点盐,蚝油,最后放入腊肠。 炒熟后盛起来,最后倒入没熟的米饭里。 煮好了后放葱花,真的太香了,赶紧做起来吧。